右军统治庞隆 右军也是岳家军最早期组建的一支部队 庞隆原是护城所统侠的旧部 后来庞隆在岳家军驻扎疑心的时候加入了岳家军 中军统治王贵 王贵是岳飞儿时的伙伴 也是岳飞恩人王源外的儿子 王贵与张献一样加入岳家军时间较早 他与张献一样也是岳飞的左膀右臂 但是他的级别要高于张献 在岳飞遇难时 王贵被秦桧抓住把柄 无奈只得帮助秦桧陷害岳飞 中军副统治郝整为人试杀浩财 与王骏同一时期并入岳家军 二人都是岳家军中最不坚定者 在岳飞遇害之后 秦桧调换了岳家军包括王贵在内的大多数军统治 唯有王骏 郝整 傅选等人没有变动 这也恰恰说明了郝整为人如何之差 左军统治牛高 牛高出身农民家庭 精炼武功 擅长骑射 颇号银酒 公元1133年加入岳家军 牛高在对金作战中屡历战功 他也是岳家军中战功卓著的一名将领 在岳飞被害后 因始终反对宋金一和 而被秦桧害死 后军统治王晶 岳飞与曹成大战墨爷观事 岳家军第五将韩顺夫 与曹将杨再兴作战实力 正巧王晶帅本部军运粮经过 便与前军统治张献合击 大败曹成军 活擒杨再兴 公元1133 随岳家军傅饶阳与张俊会师 官至正任团练时 踏白军统治董先 董先 洛阳人在绍兴三年 因里城南钦师镇 兵败后归入岳家军 任踏白军统治 而踏白一词在宋语中有表示侦查的意思 岳飞死后 董先被调离岳家军 先后担任鄂州御前诸军统治 侍卫亲军部军统治等职 选丰军统治李道 李道 向周汤阴人 于岳飞也是老乡 他也是在绍兴三年里城南钦后 归降岳家军 任选丰军统治 绍兴三十二年 于金军大战 因公令家外戚身份 官拜庆远军节度使 死后被追赠太尉 禁封楚王 圣洁军统治赵炳渊 赵炳渊原是前辽大将 后与岳飞在洪州引九十斗殴 差点被岳飞打死 后来赵炳渊要求调出岳家军 可岳飞却以自己的宽宏大度 容纳了赵炳渊 成为岳家军圣洁军统治 赵炳渊曾是岳飞第四次北伐时 镇守怀宁府的重要干将 破敌军统治李山 李山 原为江西安抚大使司统治官 在绍兴三年岳飞除江西沿江 治治时后 任命李山为破敌军统治 李山曾与牛高徐庆救援 配合刘浦大败李成部将孔燕州 岳飞死后 李山被调离岳家军 平调为鄂州御前破敌军统治 游义军统治姚政 姚政向州汤因人 与岳飞也是老乡 跟随岳飞起兵 建言四年与岳飞一起杀死 建康刘守司叛逃统治刘京 姚政也是附会王骏诬告岳飞的将领之一 岳飞死后 姚政升迁为鄂州御前诸军统治 水军也叫横将军统治杨钦 水军是岳飞在平定杨腰以后 而建立的新军中 杨钦本是杨腰起义军首领 作战非常永悍 岳飞在平定杨腰叛乱时 杨钦投靠了岳飞 不久岳飞便任命他为水军统治 当岳飞遇害时 他即没有选择支持 但也没有参与陷害岳飞 参与陷害岳飞都是拿九名将领 这十二营主将都是岳飞所信任和重视的大将 然而这其中的九人却在他最危急的时候 反手捅了他致命一道 让秦桧比较头疼的一个难题就是 如何坐视岳飞的罪名 为此秦桧通过各种手段 或威逼或利诱或分化 从岳家军中找到了九个愿意做伪证的人 这九人分别是前军副统治王骏 中军统治王贵 由义军统治姚跃 右军统治旁荣 被围军统治复选 踏白军统治董仙 防御使徐庆 左军统治李兴 选丰军统治李道 也正是这九人的联合揭发举证 指认岳飞意图谋反等罪 不仅让深深县牢狱之中的岳飞百口莫辩 而且最终也让岳飞蒙冤而死 接下来年书就给大家举例讲讲 这这九位将领是如何陷害岳飞的 赵构和秦桧给岳飞定下了三大死罪 其一 武将妄议立储之事 死罪 武将不得干涉政治 岳飞作为一员武将 却干涉皇帝选立太子的人选 这是无论放在任何一个朝代 都是让皇帝无法容忍的 在赵构看来 统兵大将不宜干预立储事宜 这也被许多人认定为赵构对岳飞心怀恨意的开始 其二 拥兵自重 违抗圣旨 死罪 岳家军麾下有十多万大军 这些都是岳飞的私人部队 根本不听南宋朝廷的号令 赵构一天连用十二道金牌 下令追岳飞颁事回朝 但是岳飞很犹豫 便认为他一定是在考虑如何谋反的事 在当时宋朝的大环境下 武将基本上就是相当于疑似的转位预备队 进一步可黄袍加深 退一步则可割据一方 所以赵构认定岳飞拥兵自重 违抗圣旨 有谋反的嫌疑 其三 违逆圣意 妄图迎徽 亲二帝还朝 有另立朝廷之嫌 死罪 迎回二圣也是岳飞的死穴 岳飞一心想要迎回送徽宗 送亲宗二帝 这在很多人眼中看来 都认为岳飞别有用心 尤其是在赵构眼里 更是对岳飞赢回二圣的这个口号极为反感 赵构怎么可能让岳飞赢虎归山呢 接下来 秦桧便利用岳家军内部的矛盾 成功瓦解了岳家军 在证明岳飞谋反的岳家军九名将领中 张俊 王贵和复选三人都是积极主张对岳飞下手的 究其原因就在于 张俊本身就非常气恨岳飞 王贵则是受到了秦桧的胁迫 而复选本身就和岳飞不是一条心 秦桧在收买岳家军的三个将领后 接下来就对其他将领下手了 要么威胁 要么收买 终于让其他六位将领 按照自己的意思诬告岳飞谋反 前军父统治王隽 实书对王隽的评价是 生性薄良 刁钻万能 其实王隽早就不想在岳飞手下干了 岳飞被捕后 秦桧便派人找了王隽 让他诬告岳飞 定许给他高官厚禄 而王隽心中也正盼着这种给予 他一见岳飞大势已去 就转头了秦桧 他先是诬告张献谋反 并依此牵连上了岳飞 并带头在秦桧早已写好的状词上面签了字 也正是由于王隽的诬告 秦桧成功地将岳飞的心腹爱将张献打入大牢 由义军统治姚岳 岳飞被捕之后 姚岳并没有选择报答岳飞的知语之恩 而是沉默不语 并在王隽的诬告证词上签字画押 在岳飞被害之后 姚岳的真面目彻底露了出来 他主动向秦桧递交上了投名状 发誓要与岳飞划清界限 姚岳还上书宋高宗照构 建议他将全国各地带有岳字的地名全部改掉 宋高宗还同意了这个荒唐的决定 并全国下诏执行 一时间岳字成为了全国的禁忌 姚正因为参与了谋害岳飞被签生为政团练士 右军统治庞荣 庞荣是行武出身 在加入岳家军之前 庞荣原为建康留守司统领 在建言四年 叛将七方杀了留守司统治护城 庞荣走投无路 就投靠了岳飞 一直跟随岳飞 被任命为右军都统 岳飞一死 庞荣便另寻出路 就依附了秦桧 中军统治王贵 由于王贵比较熟悉军中的事务 所以秦桧就之所以找上他 但最初 当秦桧向王贵第一次提出要陷害岳飞时 被王贵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但秦桧接下来控制了王贵的家人 借以威逼王贵就范 最终 无奈的王贵只得同意 配合秦桧 并在证词上签字画押 而岳飞在被害后 王贵心中深感内疚 便因此辞官 一直赴贤在家 直至因病而死 踏白军统治董仙 秦桧在拉拢董仙时 也是颇费一番功夫 开始秦桧并没有主动去拉拢董仙 而是向赵构敬言 推荐重用董仙 但赵构认为 董仙太过于贪财 就没有给予重用 不过秦桧此举 却让董仙对他刮目相看 于是二人就有了一些私交 接下来 秦桧利用董仙贪财的弱点 给了他很多金银 而董仙在岳飞手下拿到的薪水 本就非常少 见到秦桧如此出手大方 也就依附了秦桧 在诬告证词上签了字 而其他的几位将领 也是害怕秦桧打击暴富 因此便随波逐流地屈从秦桧 一起陷害岳飞 那么 是什么让这九位主将 诬陷岳飞呢 年书认为 就其原因 无非有以下几点 第一 他们中大多并非都是岳飞的嫡系下属 大多还是隶属于朝廷 因此对于岳飞并没有多少幸福感 第二 岳飞在百姓心中声望极高 遭致这些人的嫉妒 从而被举报 也不无可能 第三 岳飞已经下狱 岳家军群龙无首 而秦桧正荡宠 洪得发子 手中权力过大 他们受到了秦桧的威逼利诱 不敢不听从秦桧的 富于顽抗 不但不能解救岳飞 而且还有可能害得自己家破人亡 为了自保他们 不得不陷害岳飞 第四 他们也敏锐地感觉到 是宋高宗想要杀掉岳飞 这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 所以 他们为了和岳飞撇清关系 避免因岳飞而受到牵连被诛杀 便一起诬告岳飞 朋友们 也正是因为 这九位岳家军主要将领的证词 成为了对岳飞定罪的关键 他们也直接将岳飞给推向了深渊 所以 岳飞在得知此事以后 知道自己百口难辩 所以便在招供书上留下了八个绝笔字 岳飞留下的这八个绝笔字就是 天日昭昭 天日昭昭 岳飞死后 百姓们都泪声俱下 没有一个人不说岳飞是被冤枉的 平心而论 岳飞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他对南宋忠心耿耿 对于人民来说 他保护了无数南宋人民 不受女真铁蹄的践踏 对于国家来说 他崇高的民族气节 以及京中报国的精神 成了我国的精神代表 也被后世所尊崇 有人说岳飞性格不和 有人说岳飞道德太高 还有人说岳飞不懂政治 但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虽过去了这么多年 直到如今 大家一直都对这个软弱的宋朝 感觉羞耻道是真的 相反 岳飞的高大伟案形象 即便时隔千年 依旧深入人心 岳飞是一个公认的英雄 但他不会揣测圣意 为止抗命 功高震主 接皇帝伤疤 有这么多致命的地方 却不自知 也毫不收敛 今天年书在这里 也试问一句 如果换了 您坐在宋高宗照够的位置上 您会怎么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